重度脂肪肝能痊愈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杨苑 新年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随着我们对于乙肝饼肝的这种控制 它疾病的这个通过抗密毒治疗 饼肝呢基本上可以临床治愈 乙肝呢可以控制 现在我们所发现的是 这个脂肪肝是越来越多 而且它的年龄呢是越来越轻 这个经常都是做办公室的 然后呢一查就是脂肪肝不运动 它的治愈的情况呢 它也会分这个脂肪性肝病 还有脂肪性肝炎 那么脂肪肝它也可以导致肝硬化 甚至肝癌 那么它和病毒性肝炎的区别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它只是发病的年龄会退后 对你比如说我们一般的病毒性肝炎 它发生这个肝脏病变 肝硬化的这种情况 它可能在40岁50岁 那么对于这个脂肪肝 如果没有很好的控制 这个仍然对你会损伤的话呢 它可能发生肝硬化 经常肝硬化的这个年龄 会在50岁60岁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 需要必须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么要去重视的一个情况 这个脂肪肝的这个真正去筛查 我觉得它的这个可能发病率会更高 所以呢那么至于能不能治愈 其实脂肪肝呢 应该来说通过我们很好的锻炼 饮食的控制 那么这个脂肪肝呢 应该说是能够很好的控制的 而且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呢 真正的脂肪肝的患者 引起了这个脂肪性肝炎 也就是肝脏有损伤的时候 那么药物的治疗效果 没有病毒性肝炎满意 那么它呢必须要结合药物的同时 要结合体重的控制 所以呢这个是能不能治好 我觉得只要有决心有毅力 通过很好的控制 脂肪肝应该是能治好的 但是难度呢也是有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